那他認為蔡總統實在挑釁就像磁吸對八國聯軍宣戰 我們真的不願意看到 還有人在這個時候 講這種令全民憤怒的話 委員長吳思淮他有個辭職議案的內容 他提到說蔡總統專訪說 如果大陸警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他認為蔡總統實在挑釁就像磁吸對八國聯軍宣戰 當時疫情緊急嚴峻的時刻 我們看到整個政府人民 大家都同心協力 一直在對抗武漢會員 希望國家能夠走過這一個困境 人民能夠走出困境 我們真的不願意看到 還有人在這個時候 講這種令全民憤怒的話 是相當不妥當的 也對疫情是沒有幫助的 謝謝大家